救援的部分我有準備三個 一個是這個 另外還有這個 跟這個 有沒有 這三個 因為 不小心誤刪檔案 真的應該大家都有的經驗 對不對 只是 痛的程度有分程度而已 有的很痛有的比較痛有的一點都不痛 對不對 那 問題來了 如果你不小心刪掉了 怎麼辦 如果你要中文的你可以找這個 這個 那他本身是安裝我只是把安裝拿出來而已 這裡有中文 那如果你不要中文的這兩個也不錯 通常我會準備至少兩個以上的解決方式 以防萬一 萬一這一套沒找到還可以試看別套 對不對 真的重要的你會拼命想去找回來 多試幾個沒關係 那我們先看有中文的 你可以點這個進來 他現在應該是有新版本 然後 點開 只是我沒有再去抓新的 好 那麼 他會 第一個 他會出現一個精靈 通常我是都沒有用這個精靈 那如果你要用精靈也沒關係 我通常就這個就勾起來 不用精靈我直接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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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他問你你要找的那個類型是什麼 我們就全部都找 反正現在是精靈的 我先取消 好進來這邊 一看沒有中文 不是 不是 因為在這邊 你當選項 直接選中文就可以了 找到了 從這邊找到 直接就變了 這樣了解 好 那現在呢 你可以看看 如果你要找的是 哪一個磁碟機的 就找那邊 按開始掃描 我這個 那個 機卡比較少 所以我找這邊 因為只有2G 比較快 但是記得一個 一個原則 不要在傷口上撒眼 就是如果 我在這個磁碟機上 把檔案刪掉了 你當我救回來的時候 請不要把檔案再存到這個磁碟機 了解 如果在吸槽 去刪掉的 你 放回來的時候就不要放在吸 放在地或一 這樣 OK 所以 注意一下 你看我這邊掃描很快 很快 他可以看到有好多 這裡 那你可以從這個紅綠燈 就可以知道 他的大概的狀況 綠燈 OK 紅燈 不行 黃燈 有 機會 你可以從這邊去看到 點到他 你看他的狀態 非常好 紅色的大概救回來機會就很少 黃色有點糟 當然不一定 一定正確啦 但是你可以找看看 好比如說你看我們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什麼 我的地標有沒有 對不對 那 你看一下這裡 我 找那個磁碟機給你看 這裡面有沒有發現沒有那個檔案 對不對 沒有那個檔案所以你如果要這個勾起來 然後呢就告訴他開始搶救 這樣子 或者我找那個 這是MP3的 這個可以 recording的 開始搶救 那因為是在F槽 取消 取消 1槽 好我就放到桌面上好了 確定 好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救回來 有一個recording 就回來了 錄音的 錄音的 這個 我看一下 或者我找圖片的好了 來找圖片的 這裡 好我就這個 開始搶救 一樣 把它 救回來 我們看一下 圖檔的 這也是無效的 所以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會比較建議各位如果除了鋼不要在傷口上撒痰還有一個原則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其實我這個 你看到剛這些資料都好久以前的 有沒有發現 這就很久以前的事實上是有機會就被覆蓋掉了 覆蓋掉所以如果你馬上發現了馬上找 救回來機會會比較高 會比較高 像這個 4月份的 5月份的 這個是最近的 所以如果你及早發現的話就 比較容易 要點到這邊這個應該就有機會就回來了 就有機會就回來了 這樣了解了嗎 這是第一個 但是這個是屬於什麼 一次就一個檔案 對不對 萬年你比較狠的 是整個資料夾把人家刪掉的 這樣怎麼辦 所以就 不能只靠這裡要從這邊 選項這邊 選項這邊 按一下 你告訴他 我不要用這一種的 我要另外一種的 顯示模式 有一個叫做 樹狀顯示 樹狀顯示就是那個 像檔案整管一樣的 檔案整管一樣 點一下 好 但是呢 復原的時候要注意 最好是恢復原有目錄對不對 比如說我原本的架構 是在西草下面什麼什麼 復原回來的時候 就依照那個目錄架構回來 你如果這裡沒有勾 他就是把所有檔案就通通集中在同一個資料夾 所以平常我會比較建議如果你要比較多的檔案的時候 最好這個地方勾起來 勾起來 好 那我現在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他就照這樣 檔案整管一樣 所以你拿一個目錄你不小心刪掉了 你就照那個目錄去把它勾起來 因為我這邊剛好沒有目錄 你把它勾起來他就照著你的那個目錄就回去了 那其他的兩個軟體事實上都一樣 你現在會的一個 實際上另外的就都一樣 所以我們從這邊 到這裡 看一下 這裡 其他這兩個都類似 只是沒有中文的 有沒有都一樣對不對 你就開始做分析這樣子 好所以 希望各位不會遇到 萬一你朋友遇到你可以伸出援手 別人遇到就好自己不要遇到 好那我們就這個檔案就先跟大家介紹到這